哈囉大家 歡迎回到我們頻道 我是你家的梁澤睿 今天這一集呢 我們回到了放輕鬆來聊聊這個特輯 那這個系列呢 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上了 今天這一集非常特別 我們特別邀請到了 也就是前陣子都在歐洲 然後最近才回來台灣一陣子的 杜志豪 要來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這陣子啊 他在車隊的一些 比較有趣的生活分享 OK 我們歡迎志豪 嗨 大家好 我是杜志豪 好 那我們就簡單來聊一下 歡迎Sergio今天來到我們頻道 那因為前陣子其實我們也約了超多次 但因為天氣啊 或是一些 剛好時間上沒辦法 就是配合在一起 但沒關係 我們今天終於敲到時間了 我們今天就來簡單聊一下 就關於你前陣子在 國外的時候 在車隊有沒有發生一些 你覺得比較有趣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我比較好奇 可能大家會滿好奇的是 在車隊期間跟台灣的訓練上 有沒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 例如說車隊一整天的作息 大概都在幹嘛 基本上我今年在義大利 是住在車隊的算是宿舍 那因為我們車隊的 也不能說辦公室 就是車隊的基地跟宿舍是連在一起的 它是一個大概三層樓的一個房子 那我們的車隊的地下室就是有所有的器材裝備啊 還有大家的備用車 對 軍火庫在地下室 那一樓就是客廳廚房 二樓就是房間 然後房間的話是兩間 那上下鋪的部分 大概是六到七人可以睡一間這樣子 所以那邊總共住大概十幾個人 十幾個選手 沒有 長期住在這個房子裡的 是我跟一個英國人 他叫Oliver Stockwell 然後其他的時間 其他的隊員他是在義大利的其他地區 然後第二個就是想問就是 在車隊這個期間就是 平常你們的訓練大概是怎麼分配 例如說 因為剛剛講的 大概環境是這樣 那你們一天大概會訓練多長時間 然後所訓練以外都會做哪些事情 一天當中我就用時間表來稍微說一下好了 一般來說如果沒有比賽的話 一到五的話可能 一個禮拜有一天或兩天的調整日 那就是會是輕鬆起一個小時 那這一天的話 大部分我跟英國人就會睡得比較飽 可能睡飽一點也是八點起床 準備一下可能 十點到十一點之間會進行 這個一小時的騎乘 那我們都會往市區去 就喝個咖啡這樣子 那其他天的話基本上 前陣子因為歐洲熱浪很熱 所以我們可能六點七點 有點像台灣很早就會起來吃晚早餐 然後可能七點八點 就會出門開始騎車 那訓練的話有三到五個鐘頭 這個之間是比較頻繁的 一個訓練 那就會依照我們出門時間 比如說我們八點出門 有時候可能十一點回來 或者是一點 或者是下午兩點 回來的話就是準備午餐 午餐結束 那下午就是一個空前的休息時間 然後可能會做一些核心 或者是伸展 然後一直到晚上晚餐 然後就是隊友之間 應該都是來聊天啦 但是就是休息 休息吃飯訓練 休息吃飯訓練 然後晚上就睡覺 隔天就是重複這樣子 但我覺得這樣其實蠻重要的 因為其實我記得我們在以前是選手時期 就是夏天也會到一些地方做一地訓練 那其實一地訓練不外乎 就是希望可以減少很多的外物影響 你的生活就只剩下吃飯訓練 再來就是睡覺休息 但我覺得在這樣的情況下 才有辦法把你的訓練堆到一個比較好的狀態 那接下來我比較好奇的就是在車隊當中的 語言上面會不會有什麼比較不適應的地方 因為我知道你原本的外語能力其實也不錯 但到那邊會不會就是適應上有點 可能會有一些些的困難 或者是說在戰術執行上面 這有點蠻有趣的 因為車隊其實希望選手是走向國際的 就是他可以是 不是侷限在說他們都是用義大利文 所以車隊在開會的時候都是講英文 然後後面才會講義大利文 所以其實會變成你反而是英文是你比較OK 但是義大利文是他們可能不一定聽英文聽得很可以這樣 所以他還有在講義大利文 對但是因為我跟一個英國人加入車隊的關係 本來完全不會講英文的隊友 大概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隊友 現在都會講英文的 所以你們現在的戰術執行上或是一些溝通 就會都是以英文為主的方式 例如說在賽事的時候 對對對 但是車隊總監比較激動的時候 在那個 你在那個無線電裡面聽到的是義大利文 而且會有些吼叫這樣 但是基本上我也基礎的義大利文也可以聽得懂 比如說數字或者是就很基本很基本的一些東西 這些所以還是有一點點可以了解 但是大部分隊友也是他們也很希望自己能夠講英文 所以他們就算英文不好我也很鼓勵他們 或者是他們也很肯講 但我比較好奇還有一個就是 剛剛有聊到在騎車比賽的時候會有那個無線電 那通常無線電教練都會跟選手講些什麼內容 因為有時候我們看一些剪輯出來的畫面 他們都很激動 然後可能唸一大串我們也聽不懂的義大利文 但是我們就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就通常無線電會聽到一些什麼內容 無線電的話不外乎就是聽到比賽的重要路段 那因為你看到的精選剪輯都是比賽比較精彩的時刻 他剪載精選的部分 那其實大部分的時候無線電很好的一個模式就是說 在等一下可能10公里後有危險路段 或者10公里後要開始爬坡 我們進入小鄉鎮 路變成非常小 我們現在要移動到前面去 大家要做什麼什麼 或者是說我跟隊友溝通的時候 要去拿水之前 我要拿幾罐 Electrolyte 就是我要拿幾罐電解質 我要拿幾罐水 這個我就先溝通再下去拿水 所以無線電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溝通的工具 但是在賽中的臨場變化 還是選手之間要去溝通跟去臨場的反應 因為車隊會有一個戰術 但那只是大方向 因為比賽有這麼多個車隊 有不同的戰術 都想要取得好成績 所以就會變成說 選手之間的溝通加上無線電就是一個 就是非常多人加分這樣子 那除了剛講到無線電啊 接下來就想聊在這幾場賽事當中 有哪一場是你真的最印象深刻的 我覺得那應該就是八月初的那個 這個Tour of Sackland 他在羅馬尼亞 他的等級比較不像是 我在義大利前幾場像是雙海賽或者是環西西里的等級 這麼高 但是他也是UCI的等級 他是五天的比賽 那比較多東歐的車隊 那地形也比較沒有這麼多爬坡 可是也是有爬坡 那這場比賽為什麼 我覺得給分數很高 因為這場比賽有調整的狀況非常好 然後車隊的戰術跟車隊的指標精神等等都有到位 的原因是因為我們車隊就是一個 很在意選手的這個態度跟精神的一個車隊 所以我覺得在這場比賽 我感覺就是非常的融合 整個車隊的戰術或者是輔助這個角色都做得很好 那其中在第三站有一個比賽一百公里的 中間有一個爬坡 車隊想要在這邊做一個讓比賽分裂 那這個爬坡我印象蠻深刻 我記得是一個很緩的爬坡 也算是我比較擅長 應該大概十來分鐘的強度 那我們入坡之後 車隊就希望我在前面直接就是全力 百分之一百二十 那我是非常非常用力 我印象中那個時候入坡前兩分鐘 我記得好像平均也快要五百五百五百 七十分鐘 沒有前兩分鐘 然後進去之後我開了五百瓦 然後我就把它當做一個測驗 然後我就就會掉下來 然後維持 我記得一直是四百多在前面考 然後我隊友一直叫我慢一點 叫我慢一點 因為我很少聽到我隊友 或者看到我隊友的表情變 因為我隊友幾乎能力都非常非常好 然後我們又在比賽的最前面 然後就是要分裂 那時候我就覺得沒關係 就是就算我工作完開掉也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比你完全在賽中 你只是跟完來說 這個有意義太多了 因為我們要在關鍵路段 把隊員們的能力都最大化 那車隊就是給我這個任務 而且是在第三天 就是表示 已經兩天後 對已經車隊對你有一定的期望 然後他也覺得你可以 他告訴你要這樣做 那整個其實那個感覺是很好的 而且其實比賽的大家表現好 因為我們那時候穿白衫 而且我們隊上的衝刺選手 也都每一站衝刺戰都衝在前一二 或前三這樣子 所以我們的戰力在這個比賽當中很好 是領先在前面 所以對我來說 我能夠做這個工作是很棒的 而且剛好在坡頂也吹側風 所以整體就是都還不錯 讓我們希望��日子 在第三曲前, Bethlehem 內 mun一於 稀圓飾Щ麗 岩孕 大家不細心 但我想希望 在深刻 且 在剛去的時候 到你實際到這場比賽這種印象深刻 你覺得自己在車隊當中 就是哪些地方是你覺得比較進步的 或是跟你去之前 覺得自己原本的差異 可能沒有這些特質 然後在車隊這半年期間 你覺得進步最多的地方是哪些 真的要講的話 我覺得差異最大應該是 自己的標準吧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標準 譬如說我覺得我只能這樣 OK 欸 就隨便比方好了 譬如說 我覺得我風貴水20分是極限 好你已經設了一個坎在那裡了 好那你接近你就會 或是你達到你就會覺得 OK就這樣子 其實這是不正確的 其實運動員或者是人在比賽 或是不管你做任何競爭競技的形態的事情 永遠沒有那個標準在 你如果設一個標準 那個都是有點 因為我講坦白都是有點過於舒適的標準 看起來好像哇我強度也拉啦 欸我有高強度我全力了我計時了 但是其實事實上 你自己身體裡面的潛能是 不應該被你自己的標準所定義 我可能原本覺得我可以這樣就好了 或者是我就這樣就好了 可是事實上車隊對你的期望跟車隊 這個車隊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能夠激勵你自己去永遠很飢餓的情況 然後想要更多 這一點我覺得是被車隊改變不少 因為車隊的精神跟他的指標 很多的年輕學生都想要進來 因為他有這樣的能力去改變年輕的學生 因為年輕的學生你才有辦法塑造 你才有辦法告訴他說 不是的 你的潛能不是只有在這個線 這個坎這裡而已 那已經成型的學生就比較困難 所以他這個車隊真的很多年輕的學生想要進來 因為他的精神的關係 那他成功的把這個東西帶給我 為什麼 因為我在比賽當中 他不覺得我只是可以跟著 或者是我只能送水 不是 他的預期高很多的 所以他會覺得說 有時候有一些階段性的評語 或者是跟教練在聊天 他會說 你就是因為你接受了你這個線框 所以你才沒有在push 可是事實上 我如果比賽150公里 我覺得我工作到80公里就可以了 那是你告訴你自己 這樣就可以了 事實上你可以到最後階段 但是你不知道你可以 因為你沒有事 聽起來是在車隊就是 不小心突破了自己設定的極限很多次 發現那個潛能是有明顯的 我希望這個 這個感覺是可以一直跟著我 繼續在這個指南上面 因為很多的選手到了某一些階段 他會 他會有一點舒適 有一點安逸 然後他就沒有辦法再有那種很迫切的 那種突破的心態 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甚至是現在世群賽 很多工作很多年的選手 他就是 我就是工作之類的 這類的 當然每一個人的心境心態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今天是運動員 你就要保有這種 就是永遠不設限的心態 最後就是想請Sergio分享一下 你在接下來的賽事規劃上 因為現在是大概9月初 那在接下來的時間 你有沒有哪幾場比較重要的賽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大家時間可以 也可以到現場可能一起加油 然後來看一下 你在半年回來之後的 這幾場賽事的表現 可以在現場目睹這個風產 可以跟大家分享 接下來的賽事規劃 接下來的話在10月2號到10月6號的話 是Tour to Taiwan 就是環台賽 那是五天的比賽 那也是台灣唯一UCI的多日賽 就是台灣最大的比賽 然後再來就是 11月的全國錦標 那在環台賽跟11月全國錦標之間 不排除 再參加一些地方性的比賽 就是維持狀態 因為其實到11月還在比賽 其實整個賽事是拉得比較長的 所以也對就是 冬天要轉換做一點休息 時間比較晚 所以可能10月到11月之間 有地方賽事我也不排除會參加 然後跟大家切磋 我記得從台北 然後桃園苗栗 然後到高雄屏東 大鵬灣 對其實有蠻多站都有很精彩的賽事 大家可以到時候到現場一堵風采 好那我們今天放輕鬆來聊聊就 炒龍燈結束 也非常感謝Sergio 今天來就參加我們頻道的這個 非常聊天類型的這個節目 那接下來我們在下一集呢 也還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些 就是關於在實際的你的愛車上面的分享 因為現在你也騎過 因為是加入就是梅打的車隊嘛 那所以其實梅打全車系應該也都駕馭過 所以我們下一集就請Sergio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各台這個跑車當中的一些心得分享 對 謝謝 好感謝Sergio 那我們今天討論結束喔 我是你的教練梁哲瑞 我們就下一次影片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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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坐先講喔 我會去錄 旁邊旁邊 有一個正式的